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大家這期要小心一下 為什麼之前說迷魂黨 現在借錢黨 實在要進將軍了 不是吧? 周圍都有 其實周圍都有 只不過有沒有人報出來 這次在將軍路有人中招 說到借錢黨 現在又有一些新招 那有什麼新招呢? 另外也出現了 懷疑有人踩線 說到踩線 其實 不要說是屋邨、村屋 有些比較生卡拉的地方 很多地方 最終大家私人留意 都可能要留意 夠時候就會多些 現在感覺上好像 沉寂了一段時間 現在又竟然有死灰復燃 大家真的留意一下 究竟是否專才又來 即管看看 究竟他們有什麼新手法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想起死灰復燃 近期有一群 不知道是偷渡客 還是什麼內地人 他們偷渡進來 還是經正常的途徑入境 斬了一些沉香樹 然後還攻擊村民 哇!很離譜 那段時間 很多偷渡客來香港斬樹 有人發現到 有人被抓到 有些被人走掉 這次我覺得更加惡 連村民都攻擊 哇!真的 越來越猖狂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們早前和大家講迷魂黨的招式 你不要 你不要理他們 有沒有真的迷魂 有人說 你迷魂了才跟我說 迷魂了就跟不到你說 我都暈了 是不是? 那時候你就等 報案 然後別人告訴你 但是警惕之心是要有的 那時候 一到過時過節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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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你見到政府 有時候都貼海報 小心看管財物 鎖好窗戶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是否在疫情期間 在深水埗區 有一家人 有個住戶 試過被賊仔 琴外場的棚 搭棚維修 接著說 不知道拿了什麼 撩他窗口 即是他經過窗門 甚至棍子 撩那些沙發的手袋走 哇!很誇張 是層出不窮 這次 我們和大家看看 現在的踩線 在哪裏 哇!我覺得奇怪 竟然在一些公屋的地方 有人踩線 有人說 不踩公屋踩什麼呢? 我覺得這樣說 一來大廈 公屋也有保安 閒窄 這麼多人出出入入 總會有很多人 在同一層出出入入 你要踩線 我覺得都很呆眼 如果你說 私人流雨一梯 不是那麼多火 反而可能 還有一顆薄大毛 當然 那些大廈保安 有時候 你不一定是高級豪宅 有些可能三十多年 那些私人屋院 那些留下保安 可能沒有那麼精神 有時候可能跟進 你也不出奇 任何屋院都好 大家都要留意 這次發生在援州村 因為有居民就爆料 這件事 就說 他放了上網 他又說 可不可以 找人告訴他 後竟應該怎麼做 他說在日前 三點半 真的 三點半左右 下午 下午? 不是吧? 日光日白 一個戴著口罩的陌生男子 走到他單位 按鐘 不久 就更加用右手 嘗試 做這個打開鐵閘的動作 咦? 而說到屋主 聽到有人按鐘 於是就走過去 看看究竟什麼事 看到 那個男人 看到有人開門 馬上 就說 找錯人 一聲就走了 嘩 你當這裡是什麼 一流一 按鐘 一開門不對 不好意思 有這些東西嗎 我覺得很古怪 通常這些 大家一定要馬上有警覺性 你有找人 你有門牌 你看得到的 加加戶戶 前面有個單位號碼 你舉例 1001 10樓01室 你也知道 當然 有人很大頭欺 送貨 有時候就會送錯 送錯座 可能A座10 01 他送了B座10 01 我都表示理解 但是 你找人 你 連門都開 想鬥開我 你找錯 你住得這裡 有人想 你是不是應該以為自己住這裡 還是怎樣 這些行為 極度可疑 這位屋主也覺得 同樣地也是可疑 他說 對方只有電話 不像外賣 送外賣 或者其他公司職員 很擔心 對方按鐘 為了確定單位裡有人 企圖做些不法的行為 於是 打電話到座頭 甚至管理處 其後更加向警方反映的情況 但是 他覺得 好像暫時 都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跟進 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 令到這位女屋主 非常之擔心 夠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踩線有很多方式 怎樣踩線有很多方式 一來就可能真的試試拋門 有沒有人應 沒有人應 就會在一些暗位 可能你的 按鐘的位置附近 有些暗記號 有些什麼交叉圓圈的類似 古靈精怪的符號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真的 忙 可能在附近徘徊 看看 什麼時候有人出出入入 他們真的會 踩線 這個動作 我覺得更加奇怪 他一來按鐘 其實如果按 我覺得他會不會急進了一些 如果你從一個踩線的角度來講 他一按鐘 立刻鬥開你的閘 如果你想知道有沒有人在 你要不就先按鐘 再按鐘 再按鐘 真的沒有人應 你輕輕打鬥導閘 你已經知道根本有沒有人在 導閘有沒有鎖到 可能不排除 我覺得他不像踩線 這麼簡單 為什麼這樣說 他想直接做 直接行動 如果按鐘沒有反應 打鬥導閘沒有鎖 可能直接爆門進去 這件事我都覺得很進取 如果 以前的踩線行為 你不是 你不是 村屋 你村屋 可能窗口看到有沒有燈 這些公屋的地方 怎麼知道有沒有燈 還看不到 下午 還有沒有人在裡面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們這種行為 非常進取 有很多同區居民 看到這位女事主 在網上伸 都覺得事件有可疑 於是 又提醒其他住戶 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 不只是同區 大家 不知道是不是經濟不好 很多人來賺食 很多人在香港賺食 甚至本地也在賺食 都不出奇 有人說 準備這個防囊噴霧 防囊噴霧好像犯法 有需要開門噴霧 就不用 家裡不用噴霧 噴在南威堡 有很多東西噴霧 檢查一下 門口有沒有神秘符號 我覺得這一樣東西也是 需要的 我猜但應該沒有時間 錄記好 街坊指出 村內的保安 會主動開門 很容易造成保安漏洞 一點點 不過有時候你公屋有太多人出出入入 有時候有些座頭保安都看不到 他見到你跟著人一起入 有些人都很盡責 一見到你小小生面都就來問你 我試過回自己老家 那些保安可能是新的 見到我進入自己的大廈 然後他問我 你住在這裏嗎? 我說是我住在這裏 我說我住在這裏幾十年 我沒見過你 不過他也難一難你 他可能見到我的反應都很快 沒有再加問 有時候有些人會被拋住 但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始終公屋有這麼多樓層 他也不可能認得那麼多人 如果有可疑 登記 甚至乎他再了解更多資料 我都覺得正常 好像之前有一宗 有個盡責保安員 有一群年輕人 他不是攔住那群年輕人 不讓他上樓嗎? 然後就說 嘩!搞到草原很厲害 我覺得那些保安員 應該是這樣做的 保安的職責所在 如果是這樣 每個人都可以上樓 所以這件事件也可以反映得到 其實原來有街坊更加爆料 在同村另一座 有住戶發現同層最少有五個單位 出現了不明記號 都懷疑警察踩線之後留下了 有關住戶馬上通報房署 房署回覆說不要自己處理 不知道會不會加強保安 因為走廊是他們負責游油 叫他們不要游 意思是什麼? 我找人幫你游了算數嗎? 不是這樣吧 日前日 再有一名獨居婆婆門口 也被人更新了 有記號 於是有人覺得 好像 明明說到怎樣更新的房子 鐵閘有點空白的位置 你散開鐵閘就會遮住了記號 換句話說 可能已經有人踩到幾次線了 即是看到 這個圓周村已經出現了很多戶 都已經有人踩線 所以告訴大家要留意 這件事洋了之後 會不會有不同的改變呢? 如果住在那裏附近的居民朋友,聽到門,大家真的要出入要留神 甚至乎記得鎖好門窗 如果發現同層有陌生的人士,大家就警惕一下,甚至乎有什麼不對勁 報警處理 但是 除了現在的踩線問題,另外就是借錢黨的問題 迷運黨的問題 說沒有錢吃飯的問題,一直自從開關都纏繞著香港 想不到迷運黨在坑口,借錢黨就殺入將軍澳 不知道是不是有時候是同一類人 怎麼這樣說呢? 這條招用不了的就用另一條招 沒有適應的 對呀,不好意思 我想開飯,哥姐走過來 這種做法,現在說到有人中了招 有網民分享 在將軍澳新都城中心意旗 新都城中心意旗都出手 懷疑遇到有兩位,我不知道是妙齡還是不妙齡 衣著很普通,一個穿著短褲,波鞋 白色T恤,背包 一個 一條瑜伽褲,又是運動鞋,穿著長袖衫 大熱天使穿長袖衫 不要緊,那是女士 背著斜背包包,我看不到她是不是名牌 兩個衣著很普通 可能就是這麼普通的關係,令到你 感覺好像街坊 這件事件在網上 有人表示 在商場當時看到有兩名疑似 借錢黨的女騙徒出沒 不停向途人說自己身上沒有銀 希望對方可以付錢給他們吃飯 這位網民就指出,兩個女孩子本來目標是一名 中年男人 但是對方 回覆了三個大字 不是粗口,沒有空 你以為他在說什麼 你以為他在說什麼 就走了 於是這兩位女子 馬上轉向一個新的目標 看到跟另一位大叔聊天 穿著格仔衫這位大叔 說到兩位女士跟大叔聊天 看到這位大叔很深 銀了一張50元 50個大樣子 給這兩個女生,一人25元 這位網民提醒各位街坊 切記 這兩位女子以免日後受騙 蓋炭和阿叔又中招 更加說到這兩名女子 拿到錢之後 發現有人拍她,馬上離開 所以 引起 此鐵必火 引起很多將軍澳街坊 自己也曾經給這兩個女子借錢 吃飯 大家都分享過 親身經歷 經過寶林給他聊過 即行即過 不管他 亦有人說遇過他們兩個 在新都城意旗的地下 他跟他們說今天是最後一天在香港 買東西買到沒有錢 你信不信 可不可以借少錢給他坐車 和吃飯 我才不信 支付寶 我有內地支付寶 給我 沒有人民幣嗎 不是吧,說笑 說到很多人都遇過了 更加 說到這些女士 專門去 一些單拖的阿叔 當然 網民就大罵 阿叔,你的好心就被人家利用了 有人說 你看他周身名牌 怎會沒有錢 用的袋子比我更貴 如果是我沒猜錯 應該這個袋子是獅子頭的袋 因為我遠看都看得很像 即是說幾皮的那些 有人說 怎會沒有錢吃飯 這個袋子當作 都夠他吃 夠他 坐甚麼回家都可以 所以亦可以告訴大家 尤其是男士們 別看到有些女人 女士 美女 你不要管他穿甚麼都好 就算跌肩膀 給你看都好 你不要立即流口水 溫溫遲遲遲 這些是新款迷雲檔 不用用香水 不用用噴霧 隨便 做些 胸口 做一些 性感短裙 隨便跌肩膀 給你看 暈了你一會 很討厭,有些叔叔是這樣的,馬上暈暈了 不用迷暈,自己都暈暈了 然後人家在你旁邊,做幾十塊來吃,行不行 好,拼生拼世未必會的 有些人不喜歡拼生拼世,但可能是 看你做些東西給我看,好,有些人又聰明了 所以大家設計,識字頭上一把刀 別打算自己走運一條龍,誰不知就拿東西 沒有,你跌了幾十塊是少 你影響到其他人都是這樣的時候就事大了 甚至乎,他越來越大膽,真是煙鏗禁著你 夾你在二邊就打劫你 你怎知道他身邊會不會有其他人在 也是警惕到你 兩個女孩會不會這麼大膽啊,你想想,在街上就這樣 現在,分分鐘他真的有人綁住 拆帳的,跑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我猜而已,因為之前迷魂黨的說到 他有其他保鏢在附近,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不清楚的也是那句,有什麼事找警察處理,他沒有飯吃 不要緊,找警察 警察會安排到他,之前有些內地 內地客來香港很大,很可憐 在流浪街頭 遇到好心的警察,帶他回警察,請他吃早餐 放上小紅書的 可以這樣做的 有什麼事,我們幫不了你 我不知道你真是假的 我又怕你餓,請警察幫你 大家切記切記 近期有很多這些事故 無論是踩線也好 無論問你借錢也好 甚至乎所謂的迷迷魂黨也好 大家盡量要留意一下 集成說到這裡,下次再說其他東西,拜拜 拜拜